看看新闻网 好 回家真好 回家真好 墨镜先生王家卫回来了 他一回到家乡上海 观众们就以最大的热情欢迎这位老乡 两年没有回到自己喜爱的城市 却有宣传任务在身 王家卫只能按捺住内心的兴奋 过家门而不入 我想最主要是回来看一下观众 因为我知道上海的观众非常热情 好像有很多像你一样看过几遍的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谢 他们对这个电影的支持 我们就要马步停蹄 昨天在北京 明天我们就要去往新加坡 因为这个电影在整个东南亚开始都在上了 电影《一代宗师》 自1月8日在全国正式上映以来 票房已接近2.5亿 这个成绩甚至已经超过了王家卫之前 所有在内地上映影片的票房总和 尽管王家卫影片的艺术价值 并不能用票房来衡量 但这样的好成绩却依然让王家卫感到欣慰 其实是您票房最好的影片 您心里会激动吗 这个当然激动 这个也是很高兴 这个因为 毕竟也是三年了 拍也拍了三年 筹笔也差不多加起来七年 我认为这个 这个观众喜欢这个电影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那个 支持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当然是很兴奋 看过一代宗师的观众对于梁朝伟和张子怡 这两位主演大多赞不绝口 在王家卫的电影中 梁朝伟几乎已经是个标志性的存在 两人多年无间合作后 梁朝伟成为了王家卫想法最好的诠释者 而王家卫也成就了梁朝伟出神入化 却有了无痕迹 无招甚有招的表演 梁朝伟是 我们现在都叫他鬼了 是不是 他拍电影 对我来说他已经到了一警戒 就是他没有招了 很多演员你可以看得出 他表演他有一定的套路 他现在已经没有套路 在影片中相比梁朝伟的收和藏 张子怡饰演的龚二先生似乎更为惹眼 干净利落的身手 收放自由的吻戏 让张子怡的演技几乎获得了一边倒的赞扬 王家卫说张子怡的狠径 成就了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 龚二先生必将成为张子怡 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形象 而这一切都是张子怡自己拿回来的 龚家的东西 我还了 话说清楚了 不是你还的 是我自己拿回来的 张子怡我认为这个电影是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教得非常好的一个功课 我要说张子怡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达到了一个狠 就是他不是打加打得狠 他是对自己狠 对所有的事情都狠 可以放下就要放下 他可以牺牲一些为了一个目标 当然王家卫的电影每每上映 观众们在看完之后脑海中浮现几个问号 早已是稀松平常 《一代宗师》上映后 最让观众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之一 就是张震饰演的一线天 为这部影片张震苦练八级拳多年 甚至获得了全国武术一等奖 但却未能在《一代宗师》中大展拳脚 似乎也并没有将故事的另一条脉络交代得清晰明朗 因此就有观众不解地认为 张震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多余 然而梁朝伟和张震两人间戏分的一多一少 一强一弱 却正是王家卫导演的谋片布局 两人相似的语中打斗 暗示了武林精髓的一脉相承 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却又暗合了《一代宗师》中 面子和李子的对立统一 素有大素有小素 这个是我们的对比的后图 我认为张震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的三段戏基本上就是体现了 作为一个理智 他的平台为什么 他的戏跟梁朝伟的戏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都是与众打斗 同样的在香港重新开始 最后他们两个都是开中立派 但是两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个成为一代宗师 一个成为一个女法师 尽管最终呈现的戏份并不多 但发辣西装加上信息量十足的眼神 张震在《一代宗师》中的表演 让人有理由相信 他极有可能成为王家卫发掘的下一个目标 感觉他是长大了 他有一个很大的气场 我相信这个是他一个新的时代 新的开始 我可以估计做一个导演 我看一个演员的话 好像戏里面说的 每一件事都有一火候 他应该从这部电影 他的火候应该到了 娱乐新天地陈小夜 张立仁上海报道